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在森林里 有一只长着棕色绒毛的小老鼠 它的个子非常非常小 只有鸡蛋那么大 小老鼠每天在洞口旁边 推大石头 它希望自己的手臂上 长出大块的肌肉 它在草丛里跑过来跑过去 希望自己奔跑的速度 有一天能够追上猎豹 它常常啃树皮 磨砺自己的牙齿 嗯 这些都是它保护自己的武器 它总是这样告诉自己 总有一天 我会证明给别人看 别看我个子小 但我是一只强大的小老鼠 在这片森林里 有一头狮子 它的体型巨大 身长有两米多 金黄色的皮毛霸气十足 身上的肌肉都是一块一块的 头上的棕毛更是丰满浓密 走起路来随着风吹 左摇右摆 微风急了 有一天 小老鼠在草丛里练习奔跑 它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嗯 它突然发现 有一座高山出现在自己面前 小老鼠正纳闷 诶 原来没有这座山的呀 我怎么从来没看过这座山呢 它赶紧停下来 抬头一看 嗯 这不是山啊 原来是一头大狮子 狮子很警觉 它听到了一点动静 醒了过来 坐起身 把眼睛睁开 瞪着小老鼠看 它们就这样对视着 时间好像完全凝固了 猛然间 小老鼠一试过来 它转过身 拔腿就跑 快跑 大狮子来了 它觉得自己已经跑得很快了 它觉得自己已经跑得很远了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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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子按得死死的,任凭它怎么踢腿,指示原地跑。 你这个小老鼠怎么能够跑出我的手掌心呢? 小老鼠尝试了所有的努力,一直到把全身的力气耗尽。 它终于绝望了,趴在了地上。 狮子大王,如果你不吃我,以后你遇到了困难或危险,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听完老鼠的话,狮子笑得更大声了。 就凭你,凭你这个小不点。 告诉你啊,像你这么小的东西啊,我吃都懒得吃,还不够我塞牙缝呢。 你啊,赶紧走吧,别打扰我睡觉。 小老鼠见狮子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赶紧拍拍屁股,走了。 秋天到了,森林的地面上已经铺满了厚厚的落叶。 狮子大摇大摆地走到河边喝水,它踩在落叶上,但并不知道,就在前面的落叶下面,藏着一张猎人提前放下的大大的捕兽网。 狮子突然感觉自己一脚踩空,紧接着脚下有什么东西突然伸得起来,一张大大的捕兽网把它整个包围住,悬挂在了高高的树枝上。 啊,啊,放我出去! 这时候,从旁边的灌木丛里钻出了一个人,手里握着一只长长的猎叉。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为了抓你这头狮子啊,我在这儿整整等了两天两夜。 国王贴出告示,说要征收一张上好的狮子皮来做衣服。 有了你啊,我下辈子不愁吃穿了,哈哈哈哈哈哈。 狮子根本听不懂猎人说的话,但他知道此时此刻就是他一身当中最危险的时刻。 他放开喉咙大声地吼叫 狮子的吼叫声传遍了整个森林 所有的动物听到这个声音 含毛都要竖起来 它们把自己的耳朵紧紧捂住 不敢多看一眼 小老鼠听到了这个声音 它立刻想起了对大狮子的承诺 狮子大王 如果你不吃我 以后你遇到了困难或危险 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于是它蹭了一下就从洞里钻出去 一路顺着声音就跑到了大狮子被困的地方 这个时候大狮子依然在往里挣扎着 它把两只利爪从缝隙里伸了出来 它死死地盯着猎人 它把自己作为一头雄狮的所有威严都凝聚到了自己的目光 它觉得自己的眼神像两把利剑 它想用眼神杀死猎人 但是这目光落到猎人的身上 和阳光晒在它的身上 没什么不同 渐渐地 狮子的目光 由愤怒 变成了绝望 猎人 就站在那里 用猎叉 对着狮子 一动不动 它知道 现在的狮子 虽然被罩在网里 但依然可以伤人 它只要继续站着 跟这头狮子耗下去 最终获得胜利的 一定是自己 小老鼠呢 它躲在旁边的草丛里 已经观察了很久 现在 它悄悄地顺着树干 爬到了网子上 它实在太小了 猎人根本没有看到它 就算是看到它 也不会把它当一回事 狮子呢 已经被气到全身发抖 自然不会感觉到 它渺小的存在 小老鼠用自己锋利的牙齿 咬了一下绳子 咔嚓 咔嚓 它发现 这绳子是用特殊的材料做成的 它一时半刻地咬不开 于是它又从狮子的身上跳来跳去 它跳到了绑着捕兽网的树枝上 狮子实在是太重了 就在树枝的最弯处 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 小老鼠看见了这道裂痕 它跑了过去 用自己锋利的牙齿开始啃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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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枝断了 噗通 狮子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当它落到地上之后啊 捕兽网的神结也松开了 这头熊狮突然从网子里冲出来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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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人一流烟 跑得不见人影了 狮子没有去追猎人 它想弄清楚啊 到底是谁救了自己 它看到 那树枝的断裂处 站着一只小老鼠 它的个子非常非常小 只有鸡蛋那么大 今天的故事 华爸给你讲完了 我们呢 不能小看任何人 对不对 即便是一个很弱小的力量 也许都会焕发出它强大的内在 就跟这个小老鼠一样 也许呢 你的年纪也还很小 但其实 你也会有很强大的力量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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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